这位典型的王图赛道 搬掉凌风阵 凌风阵这张图确实琴九比较喜欢打 除了琴九以外 我没有发现任何队伍喜欢打这张图 甚至据我了解 这张图确实不大受欢迎 看琴九这边是搬掉了亚特 小玉的一手王图 你说它简单吧 确实不难 但你要说它想跑快吧 有感觉难度很大 这张图其实有点像之前刚开始的乌山凤银 你看几星欢迎发动了 被搬掉了 RSE这一波防一手场外因素 但这张图其实主要还是防琴九的选图 因为琴九在之前 几星这张图选的确实很多 重在这张图上面的发挥也比较多 对 这张图 由天府直接搬掉 搬掉也是非常的合理 双方搬选完毕 让我们准备见证这一时代的握手 最为期待的一个点要出现了吗 对 还要再等等 是的 272天 这一波选手要起来 也跟着一起握个手的话就有意思 但也比较期待 回想起琴九这两名选手在面对到RGM的时候 二维打得相当出色了 不知今天面对到RSE同样强势的二维组合 还能不能维持之前的那种状态 这赛季很多选手就打于三加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来劲 就喜欢打最强的 对 但是这周的首幅 风仔快乐图 反向是一场 我相信 属于迎来了风仔的 快乐时刻 对 说了很久 但是今天是第二天了 才看到风仔跑这张图 是 到底快不快乐 还要在今天打完之后再说 来了 是的 准备了 前天的对手 也是昨日的搭档 全场的焦点 再次又变为了今天的对手 远青着迷 大家都在关注 包括队员也在偷瞄 是的 看一下这握手 谁握得重一点 哎呀 握手 俯辈 从此以后 不管是一刀两断 还是劳燕纷飞 昔日的默契搭档 将为了队伍胜利 一较高下 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反向十一程 四辆栏目级结 四个神场 听到教练的加油声 哪边的教练呢 远青 为什么能听到呢 岁数小 耳朵好使 起步 来 双侧 小玉起步非常快 但中这边的一个摔尾没出 过来以后 看这在前进阶 这个起步杀出率 风赛跟旧梦这边卡得很凶啊 看下个弯道 风赛成路里 内道去卡 但是旧梦自己把内道给让出来了 对 双杀 双杀的话 弹发弹射还没出 那现在RSC已经来到了双领跑 小队今天再拉过来 起步的话 RSC就已经冲了出来 再先见一个甩尾 是 这个CWW点的290度的速度啊 没达到最高速 点得点快了 过来以后 这里一个爆裂 一次又释放过来 现在秦九后面两名车距离也非常的接近 是 想要互蹭一个小喷 降暴取暖 但是还没有成功 这个点再以前 这个甩尾一个大拨标 欧甩过来 但是重的这边穿 角度也有点歪 再调整以后 再衔接一个小票双叉 没错 但是刚刚这一拖标 新凉了半截啊 现在秦九的两名选手 相距于RSC的双领跑 已经落后了 有两秒的时间差呀 再谈 风载的路线很好 小玉在前面的地方 也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 是的 那小玉 这个成绩很稳定 这个距离 想要在后局的话 有点难 而且现在重的话 刚才那个弹射点是没出的 救梦再一次 形成了一个反昌 又两名选手再交替一下 重又反朝救梦 我这个弹射点是直接把 重给顶开了这个位置 是 但是重又反朝了救梦 而且前面的话 风载反朝了小玉 是 这一个点的话 是小玉把内道给让不出来了 是 前面一为一 后面一为一 对内一为一 是的 但现在已经是快来了 重点线前 最后一弹过来 没问题 再衔接一个进阶双杀 是 看前面笑飘过来以后 手里面暂时冲突地甩断 过后可以成见 大比较恭喜 分四十九秒九六 恭喜风采快乐加一 但是请求两人双双跳秒 五分 一八五分 虽然说五分这个数字 我们昨天见过 但今天前两局都是一分 对啊 但今天我们以为 反十一大家应该已经熟络了 结果发现 还是比较容易丢分那张赛道 太长了 第五分 看接下来的双方王图 王图就要看一下发挥了 是啊 空地这张图难度很大 感觉 通车啊还是要用一手严军的 就包括黄锁 黄锁的话其实现在选手 基本都会用双声或者战双 前几张图都是同车图 基本上 对 前三张图选出来的话 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赛事差异 但如果前两张图打完分差很大的话 我觉得请求可以上 乘战 对 可以上强车 之前 重在驾驶驱力的时候 跑车程驾驶是非常快的 赛车差异不大 但我觉得三张图打完以后 这个分差可能会有点大 现在已经五分了 对啊 现在其实一张图打完的分数就有点大了 对 这一局主要还是请求在后半段 两个人一直在对抗 两个人打架打得比较多 对 你看这个点是 重把旧梦给顶开了 对 看空地 要拿延军再搭配到鞠躬 救梦用了一手指挥官 这手也太不稳了 对 但是这个其实春季赛选择的时候 我还是相较于追光者比较赞同的 因为当时我觉得这张图的容错率很低 对 所以拿指挥官去提高自己的容错率 综合本地就会更高 但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张图 应该已经熟练程度 更上一层楼的情况下 肯定选快 那是说明 救梦他没有那么快 想求我 想稳 对 而且这是2V 对 但对于重的小玉来说 起步这二连蹭没喷了 救梦连续的侧身过来 扛满蛋器 风仔还把重的 好 再拨一波外卡 直接把风仔卡上墙 是的 现在重在补回到第二名 但是向小玉却没有办法发击凶击 对 放满节奏拉一个侧身过来 这边延续落地再弹 没弹出来 没弹出来 有点拖 是 甩羽快出这边没喷 但是影响不大 过来以后再衔接一个盘射 看这里三连进阶拉着头 一连没问题 二连走速很快 是 稍微有一点点的拖 第三连过来以后 路线没问题 再衔接一个撞墙点喷 是 落地并不是双叉 才举着一个小飘断蛋 还是WCWDW的最快步度 大家一侧身 被重稍稍拉近距底 两分钟都缺一个蛋 缺一个蛋 缺气要卡了 都要卡 两个人好玩样的 看一下秋梦现在在哪 但是风仔已经上来了 这个位置有机会从内道去卡中 秋梦现在是稍微有点远 而风仔这个弯道 这个侧身 但是风仔自己上墙了 侧身再拉过来以后 准事不是特别大 是 中的路线守得特别的好 但是风仔进一个二连出投票 过来以后 中已经拉开了距离 但前面小玉已经跑远了 对 但是刚刚画面一切 风仔是再次出现的失误 我现在已经落后3.4秒了 对 紧急大师投过来以后 看一下这个点 小玉已经领先了1.5秒左右 而且领域隐灾是有段距离的 对 但是这把仍然是一个比较快的成绩 CWGW以后顺策起手 1.4.1.0 最后领先3分 分上来说确实是领先比较大 对 风仔跟舟梦是只拉了1分 但是中间的话 重的出现跳秒了 对 但是之前我觉得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其实并不是毫无道理 什么结论 制裁风仔的就是小玉 每次小玉上场的时候 风仔总要在后面磕磕绊绊嘛 但也是由于这场比赛当中 双方拿出的赛车不一样 赛车不一样 这个是事实 但是其实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 我觉得不管你是哪里 有干涉啊 起步第一个弯道 就外卡内小玉上墙了 那风仔上墙了 他追上来了 然后他又去动手了 动手以后 自己上墙了 在后面 重已经拉开了与风仔 具体的情况下 风仔还在个人中 对 自己在落地弹射的那个位置 出现了二连拖飘 对 二次挑移 重这把跟的还不错 八分九分 现在是三十八比三十 下张图黄格万里边游 看一下选手们会 排比赛量的用车 这张图用车 差异还是会比较大的 现在这个分数 我觉得勤九可以直接上机甲了 因为后面 大概就要 还是勤九这边来进行选 对 那其实勤九今天的这个 班图就应该 搬一手新号动动 是 后来ECU还歪了一下 就看到这张老街工地 就觉得 这个赛季啊 老街工地这张图 可能会比较热门 虽然这张图很难 但是就像之前的空港一样 大家会 主动地去迎接挑战 但现在上班率的 情况来看 也非常热门 对 就飞班机甲 来了 看 G9是拿出了双机甲 而RC是用到了双身战神 对 双战神 这张车曾经风载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他感觉这张图 可能还能和星皇 去一较高下 但跟机甲 还是会有一些差距的 差距不小 对 现在8分 我觉得拿机甲去取分 完全没问题 来 起步 两个机甲 能不能在起步阶段 顺利杀出来 动力强 速度快 但是小分 市场方面 还是双战神 要更强一些 ECU 这位挡在前面 这边常常去落地以后 再 有这边坎就行了 重视 只有一个CW单喷 但这有点穿完以后 ECU开起来 在闲街没有的红飘过来 比较求稳 这个位置 刚才节奏不是特别好 不过这个ECU开完以后 还是没有收获到特别好的距离 这边ECU还没延上 这边过来以后 再快一挡段去落地 再显接一个弹射 对 看这边硬拐过来的路线吧 重这边的路线应该不错 对 而且速度够的情况下 没有太大问题 但前面二次这两名选手的 这个路线也非常好 过来以后 所有人都比这个季度快 但是要知道 前面是两个双战神 看后面一定是会被 迅速拉进去 对 重视到以后 但是还要被挡一下 重视到刷自己的纪录了 恭喜重 再刷新自己之前保持的纪录 没错 1分002秒60 刷了0.17秒 黄河万里分流 重 悠有姓名 再破自己之前的纪录 RC这张图 准备太充分了 双战神跑了一个 1分02秒98 我去 而且主要起步 那个ECU交完以后 是一直稳到最后 而且 RC应该是第二名选手 是1分03秒00 相互股位置 它0.02 都跟了个10分 用阿妮的话来说就是稳得一踏步 一吻到底 踏步 怎么能用到这个词呢 对你问阿妮 来了 新纪录 恭喜 勤酒重 打破了黄河万里分流 死的个人记录 对 个人记录 之前就是由他保持的 1分02秒77 没错 现在是来到了1分02秒60 也是驾驶者机甲 对 这名选手是极具天赋的 在相同训练时间的情况下 这名选手确实能够带来非常高的效率 即使赛场经验不足 但是他能够拿天赋 去兑换分数 前二名都是他 所以这张图确实是 勤酒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张赛道 对 那这样一来 打完黄河 下张图还是由勤酒来选 是 落后7分 少两量序列未来 这局的话只追回了1分 不得不输 在这局比赛当中 RG的两名选手使用到双战神的 这个稳定性以及极限性 都是非常好的 是 很可怕 跟那个20 拿双战神跟双机甲 跟了20分 这一把中还是有失误的 落地那个弯到卡地形了 最后中梦川的话 也是有点上墙 看一下下一手 请就怎么来选 在没有了双序列的情况下 很多赛道都要规避一下 我觉得与其规避不如面对 怎么面对 给他选一首金华多梦吗 搭配比较 这么面对吗 我指的就是有什么强图 强车 其实可以搭配起来去试一下 就常会追分 因为硬追7分啊 面对24G这样的组合 其实无论你是谁 都很难追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考虑 这两手续绝未来 其他有机甲就上机甲 选择手柯龙 那先把总共空给打一打 对 看一下24G边 也上了双松空 优势有一辆车就够了 那这把是同车的对决 主要现在分数比较开的情况下 后续未必有他选择的机会 对 先来看一下这一局 三星赛道 柯龙大亚堂的对决 看起步 起步 旧梦小喷被卡 这边侧身 第一下又没喷 第二下再侧出来 已经落后一个比较大的距离了 看一下小玉和风仔双丁跑 重跟在第三名 这个起步确实杀不出来 对 也是点飘过来以后 四辆机甲其实很难扣了 这边等飘落地 看一下这边A众有点拖 稍微有点上强的情况下 这边再前一个进阶过来 是打滑了 看上RZ现在双丁跑 一次又来避过来 前面又是一个EV1 后面也是个EV1 但就梦这个距离很危险啊 下一个弯道要注意一下 重是这辆带没踩上啊 这边车头还没有歪连续的 磕碰以后是直接撞到后墙 是的 直接落后两秒 这把RZ的双丁跑 还是非常稳定的 我顺着延时间上以后 看一下这边 全球落地以后的弹射点 是 放在前面有点小拖 你弹出来啊 这边旧梦 过来以后RZ还属于 双丁跑距离有点远了 而旧梦感觉是 要在卡在跳脑的瞬间 又把宁清跑出来了 宁清1分09秒68的一个记录 这把小玉想要突破 是有点难度的 看啊 这边最后一个弯道 就过来以后 我看一下这边双丁是1分09秒87 对 原来是一个非常快成绩 RZ又是双丁跑的21分中线 所以打同车赛道 未必可行 我觉得他选择这张赛道啊 可能也在猜RZ会不会再让车 因为刚刚黄空万里奔牛 RZ是直接用到了双丁升 如果说这张图 RZ赛上双心黄的话 确实能够让双悟空的 请求留意的分数 但是对于RZ来说 他们思路很清晰 优势赛车一辆就够了 你有再多的 哪怕你拿到选途权 你会也得一张一张选 所以对于现在来讲的话 RZ是不会再进行让车的 但是从目前双方这个状态来看 小玉在这个赛季确实发挥神勇 每一次跑的这个技术都是逼近于我们的这个极限纪录 稍微还是有点困难的 现在相当于四张图是百分之五十的第一弯赛略 雪夫就练 就梦这二连侧都是没有坑的 然后过来以后这边一个检票 中空标落地 中 还是控不住了 对 他也上墙 这边加带应该踩上了 但是踩上了那个小台阶 所以跳起来了 没有办法调整方向 那下一张图 请求再选 我觉得新图可以接上了 什么神都吗 神都还真暂时不要上 我发现旧梦不喜欢跑旧梦码头啊 跑过一次啊 之前跑过一次来自旧梦的旧梦码头 结果呢还记得吗 不信任意是吗 对还好其实还好 因为旧马都其实拉拍开下的分数 天公寻梦可以跑跑试试啊 天公寻梦现在上战装上星皇 都行 花落下海 花海 旧梦的老王图 这边赛事车是用到了冰魄 有东西 对然后重是用了一首天行者 然后小玉拿了一首星皇 但是冰魄这辆车其实 现在的版本当中啊 确实要省着点用 它在很多图当中甚至能发挥出和 击下媲美的能力 比如说亚特 对就亚特 在亚特板了 看本西部 一个侧身过来以后 看一下第一个弯道 一个弹射 点线上以后 这边再行进一个进阶 是的 看一下旧梦会不会冰魄的跑法吧 其实这张图 国服就是由冰魄保持的 但是跑法得做好 这边飘的出版有点慢 能反照星皇 暴力自由 落地以后 小玉要直接甩 但是旧梦挡着小玉 两名选手都甩出来的情况下 冰魄在这一个点 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星皇这边速度还是要更快一些 在行进一个暴力过来 下一个进到点 点票通过 那个进阶 但重出弯的话 是有点拖的 被小玉拉近距离 看这边的长直到 这个怪兴进阶 星皇的速度拉满啊 第一类端 但现在是RCE两个球 都已经逼近的情况下 看下一个进到点 同之前被顶开 对 她的跌销了一下 一样东西 又融大乱动啊 让她再先这个 甩尾过来 RCE又来到了双领跑 vana在谈 但风在没谈出来 被旧梦反超 大家上波段 最后一个弹射了 中 有ECU 这一把我觉得 旧梦反超过来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对 小玉用了一手弹射 但她弹多了 旧梦的ECU 直接并过来 非常完美 直接琴成反超 那最后是三个十分 是 恭喜请求再颁一分 最后是旧梦留了一首ECO 这张图我觉得选出来 确实没有收获到太好的分数 一分 但是旧梦的这一首选车 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因为英霍这辆车 其实在很多图当中 它在A车里面活服保持得非常多 对 但是在联赛场上 其实基本上选手都会把它锁在 游泳天府或者其他一些赛道 主要是因为现在 他们敢这样拿车的原因就是 游泳班的 没有 不是班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想要拿一张图 拿强车去抢分 因为后续我觉得对于RC来说 他们可能不会有选足的机会 但还有另外一点 你选出来拿强车 你得会这个跑法 那敢拿当然是会的呀 对呀 说明他们在尝试跟着版本走 因为职业要练很多很多 赛道的很多很多车的跑法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为了赛场所做出来的一些改变 对 就可能说他们赛场经验不足 然后极限能力呢 在赛场上的能力也相较于这些老将来说会差一点 但是他们可以去跟着版本走 或者打出一些跳出定式思维的东西 来尝试追分 而且以前我们说的最多是什么 大家在拿到一辆新车的时候 跑的是什么 自己的网图肯定是最多的 所以在一张图出了新跑法的时候 我觉得作为周梦来说 他肯定是有去练过的 当然是不会在场上这样贸然拿出来 哎呦 风采这边 歪得有点离谱 看小玉这个坐飘 周梦这个ECU也是非常完美的 是的 现在几局了 五局了 还有两张图 想要打到加菜难度很大 要追七分 如果真的想追分的话就得上难图 如果想要练一练的话 就上自己就比如说这样的一些赛道 对 但这张图的话其实已经打出了赛数差异 对 金黄可以反打 新黄其实真有一张 刚才我们说的 天公寻梦 可以的 对 但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在联赛上来说是新东西带给我们 那这个就得看自己的队伍了 我觉得每张图他可能都会有一些 新的赛事的使用方式 是 但现在除了自己新东西之外的话 还要规避手 对面可能会拿强车的一个手概率 就即使我觉得情久这场比赛 2V没有拿到这一分的话 应该还是会有很多队伍 很多选手 很多教练在关注这场比赛 那这一个战术就值得学习 就比如说花落下海 那我觉得KZ可以学习一下 因为阿诺在跑花落下海的一个成绩 这场比赛是非常快的 对 就好比在全国外赛深海的阿飞 用旭月未来去跑雾山峰营 对 虽然说我们都明知道他没有 原级快 原级快 对 但是在原级没了的时候 可能这张图你就跳出了定制思维 就能够给到你对手钻缝的机会 对 而且有的时候你是用序列去置换原级 然后再反打原级 其实也是可以的一种战术 来了 看一下选择到了秋名山 对 这张图也是冰破的国服 看一下 用车 那这样来不就是反让对面拿出了冰破吗 对啊 对这首选图我觉得并不好 来看一下勤九这一局怎么来打 舅梦拿出了新黄 难道是一手新的研究 看一下吧 呦 我有这个 冰破 侧身起步 加上女娃的加持 很快 看舅梦的新皮肤 很酷炫 紧接拉过来 现在R4G两人的这个起步是真的非常快啊 舅梦被重顶了内线 下一个弯道两名选手还要再急一些 舅梦再从内道去看下重这个位置还是让了一下 但这边没有飘起来在管道内的时候 是这个操作看上去有点诡异啊 R4G前面两名选手又开始了EV1 两辆金铺 两个人也开始争夺下这个劲道出弯要注意了 前面被带路线 前过来以后再衔接一个撞墙点喷 点喷 昆在这边非常细节W4WW 但是小玉在前面细节要更好一些 再来一个紧接过来 三喷 这点喷 小玉歪了 是的 前面稍微小寸一下以后 风仔直接反超 再衔接一个自由过来 前面还有三个小喷 一二三 过来以后 R4G这一局双冰跑来比赛没有问题 看最后谁能够拿到这个实践 在风仔出弯的时候拖了一下 看这个长之道 对话是小玉更快 是12秒87 再次恭喜小玉 收获赛道记录一张 原来这两人真的是气录啊 有点意思 是 而且动作很一致他俩 在比完赛以后同时喝了一口水 一个喝水是拿到记录一张 另外风仔的话有点缓解尴尬 最后一个弯道被反超 自己出弯的时候拖了一下 是啊 但还好在是CW点出来了 如果是一个平方弹气那更尴尬了 正常来说啊 这个是没有CW的 但正是因为它是并铺 对啊就是CW 一般是CW 这撞强以后它还是比小玉要快 但是它路线肥啊 最后拐弯 拐弯的时候那个小玉卡了 风仔一下 制裁风仔 只有小玉 只有小玉 没有还有东方 东方不算制裁风 东方是现实的制裁 直接现实动手的那种 两个人是啊 记得吗 你看过那个视频吗 哪个视频是私下的还是在场上 私下的 私下的话我看过东方制裁小玉 哦 我看过东方制裁风仔的 正在床上打 正在床上打 对吧无异了 还是直播那种 恭喜小玉 打破秋名山的记录 从自己的队友手中 抢到了秋名山 并且实现了跨秒 冰破这辆车 上线非常高 它在很多图当中发归 都能够很出色 就看谁能够有更好的版本理解 所以这一手 秋名山也不知道 请求为何要选 312天的记录啊 恭喜小玉 1分12秒87 再由冰破打破 双打破 对 谁抽现谁记录 对 这张图 现在很多选手都不大敢选 首先单圈太短 用车 对 其实不知道用车 如果分数领先很多的话 我觉得可以尽情地选 随便选 但是在那种很胶着的局 就有可能会打出 其他赛事就打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目前已经是14分的差距 只剩下最后的一张赛道 六局三冲 还是50% 救梦冲一把 封载冲一把 重冲一把 这场比赛四名选手均有重现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 在独立车库的概念之下 其实每名选手 都不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二毫位 对 而且对于今天救梦 他用的这个起步来说 没喷的情况很多 这边感觉有点快要反飘了 但只是那个当时那个视角 对 他又想飘又靠左 靠左以后发现飘不了 没飘的情况 哎 这边调整的还很灵性啊 对 后来挡了一下重戴 第七张图 请就再选 还有原集没用 是吧 是吧 原集没用 用打一张原集的图吗 乌山风影 哦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所以这种秋名衫呢 也是想要 让RC去把原集打出来 但这不是张哥呀 颜值有体 是吧 只有张哥会在这张图上用机甲 用秋名衫片也太不理智了吧 用秋名衫片也太不理智了吧 是我就送他一首《月光之城》 确实 对 这样也对 那看下一局 我觉得下一局 不管选什么赛道 挺有应该就是想把这个 机甲原集给打出来 什么图能比较出不预料呢 也可以常规啊 乌山也可以 应该不会常规 想打新战术 来自救梦的救梦码头 终于来了 你终于打救梦码头了 终于出现了 对 四辆原集 搭配神丑 来看一下 这张图在赛场上使用到机甲 它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 基本上不会 要么天行要么竹心 所以期待一下这把的成绩 起步 封载和救梦都很快 封载卡了一波内线 下一个弹道要出弹射才行 弹射出了 路线非常完美 下一个弹道 小玉从内道去卡一下位置 直接把小玉给顶开了 是 小玉这个跑法选的有点满了 直接硬弹啊 这张图前面确实极限跑法是弹射 但是弹射是有难度的 金刚过来 这边在线接一个进阶 中这边 稍微求稳一些 没有卡斯层 小玉这边蹭下墙 反侧了 这边过来 也又空开个淡气 这一把小玉是没有办法制裁封载的 这局想要后绝封载也稍微有点难吧 是 第四名的这个差距 对 再弹着过来 看第一圈 第一圈封载处于自己的节奏里面 这一把记录打破 应该完全没问题 中共这边再开ECU过来 是 小玉在这个停滞拉完以后 再行这个CW 是啊 这个太早了 而且众也上来了 直接从内到反抄旧梦 在下个外套顶了一下旧梦 但这一把梦还被干扰了一下 是 众这边跑得很凶 风仔弹着过来以后 侧身延续 再行这个小票CW 是 双丁触发 神宠也触发 看一下这一把的成绩 对 直接转上过来 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呈现 是 最后完成时间 1分25秒72 恭喜风仔 也打破了救梦码头的记录 只要把小玉卡在后面 风仔就有出头的机会 这个得对手去帮他 对 但是提到了 这一刷呀 就相当于刷了三秒 之前是 今天阿康破的 1分28秒大 这个直接跑了一个一分 25秒72 破了三秒 就是机甲跟竹形的差距 救梦码头 感觉这张图记录 在这个赛季 有点难破了 杨真 一般起风甲 不会使用到机甲 可是你使用机甲 其实风仔这一把 整体稳定性还是很高的 救梦 选出了救梦码头 直接送给风仔一张记录 小玉起步就被卡在后面 现在选择新途 大家基本上 都跑得非常的稳定 主要是新途当中 救梦码头 应该算是最简单的一招了 对 所以在驾驶机甲的情况下 容错率也非常高 我觉得也正是因为 救马头这张图 在所有新途当中 算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大家对于这张图的 关注度呢 不如其他赛道那么高 所以练的也没有那么多 对 所以前期救马头 这张图就会非常非常拉分 但是打到现在的话 大家对于这张图的 掌握程度 逐渐提高的情况下 打不出来奇效 对 但是这张图就是 你稍加练习啊 其实就会比较熟了 也不会出现太多的意外 所以我觉得也是来到第三周之后 可能大家不太爱选的原因 对 但话说回来啊 你说这一张赛道 它确实不难 我们也说大家越来越熟 不过这一把啊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小玉还是落后了4秒 主要是前期受到的 这个对抗比较多 所以任何赛道你跑的 只要足够快 都能够收获到1分 就能甩开队友几分 甩开队友几分 也行 这个受了几局的气了 是 新纪录 恭喜RC风仔 打破了旧梦马头的纪录 来自风仔面对小玉的崛起 旧梦马头之后 吹起了反击的后脚 对 但是最后一局 跑到了1分25秒7 有可能在这个赛季 这张图的记录很难再被打破了 可能要保持个几百天了 1分28秒54 不错 也是今天阿康驾驶 卓星哲打破的记录 是的 1分25秒72 或者2秒多接近3票 这机甲的优势确实很大 那最后也是恭喜RC 在2V当中先拿1分 看最后的得分 小玉是 只拿到6分 对啊 是7分 然后前面的话是15分 这样一来的话还 反而还领先了2分 4秒多 对 然后在中间半段 请者的两名选手 这个对抗还比较多 所以拉开的距离也越来越大了 风仔的一手 进入码头1分25 直接把小玉的分数 按到了90以下 是的 看下最后回送 对 不过仲在这样的季节当中 还拿到了62分 这相比较之下 旧孟这个分数啊 这多少分就不是特别的稳定